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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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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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就是啥呢 想挑战一下自我 挑战一下年龄 是不是就是说像所有的老年人 说六十岁退休以后回家就看他孩子 做做饭 就想完事了 那么后半生呢 也就这么度过了 我们不想那么活着了 当年九大妈学习街舞 就是想换一种活法 想法挺好 免费教授街舞的老师找到了 可是第一堂课后 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第一天还挺好 教了几个动作 就教四五个动作 第二天早晨我来了 到九点了没人 就我一个人 我就挨个儿来着放 大伙说你不学了 我说咋不学了呢 说起不来床了 泪得昏身骨头都疼 这个波棱杆全是清 其实我也疼 我也起不来 但是呢 我咬着牙挺着来的 因为我提倡的嘛 我要再不来那不就麻烦了吗 然后我就召集大家在一起 我们大伙讨论怎么办 最后人的话呢 是一个也没有 想退的也不退的 两个姐妹 摘着她胳膊 幽老大 这一幽 你看我们毕竟是没有那么大的劲 就是她带瘦也不行 我们一忧没拽住 啪一下子胳膊就挫着了 当时这胳膊就挫起来 就裂缝了 完了继续跳完的 老师问问 那那个手咋还那样的事呢 他就给他讲了 我们排练的时候 哎呀 就是那 当时说实在的话 就是我们老大 别人 晃二人都跳不了 真跳不了了 这个团队就是我们压腿 或者不管干什么 为了这个团队 都是为了这个集体 好像他们说我是女汉人 我看我们九大妈这些人的话 都是女汉人 可能不是这种性格 同类的人还真就凑合不到一块 我干什么事情 我就要干好 我干什么事情 我就要干到底 我干什么事